向行政院長說明叫站守則 行政院長陳建仁 二十八號到一九八八客服中心視察 同一天普發現金六千元 開放網路登記的民眾 上網查詢登記結果 化物客服人員忙得不可開交 從二十號開站累計至今 已接到六點五萬多通民眾電話 詢問度相當高 董事長表示光是客服開站第三天 單日電話接線量就已將近兩萬 早早創下先前五倍券詢問記錄 由於這次普發現金 領取及登記管道多元 像是無法登記原因 帶領方式以及直接入帳資格等 都成為熱門詢問話題 好在這次也開發智能服務 顧慮較簡單問題 但除了技術層面之外 民眾最想問的還是什麼時候領到錢 那我希望這個補發六千元這件事情 能夠在四月六號就開始發出 最快四月六號就會陸續入帳 而特定直接匯款對象 也是四月六號就能入帳 至於造冊發放民眾 四月六號起兩週內 就要到當初造冊單位領取 也提醒觀眾朋友特別留意發放時程 也是今晚的阿慈徐佳蓉 台北市台訪報導 我們在今晚的市場上